歡迎光臨七點二強症 造成花蓮山區土石鬆脫 也衝擊多區的知名景點 像是在山岳村旁邊 就發生了山崩 旅客見狀是立刻抱緊小孩 拔腿狂奔了 但是下一秒碎石 就把小木屋砸爛了 很多外國遊客 當下是沒有網路訊號 也非常的驚慌 好險有特搜隊給良好的照顧 救出超過八十名旅客 另外要看到的是這個沙卡丹步道 也是找出了失聯小巴 還有生還者 至於在這個部落灣 則是有村民啊 憑著自己的力量 搜救了一百多人 劇烈停搖地道山區土石鬆脫 黃土飛揚往下崩塌 知名度假順地 太魯閣山岳村秒變災難現場 遊客瞬間反應過來 抱緊小孩往前衝 三號強震撼動花蓮 更衝擊許多外國旅客 一見到家人立刻緊緊相擁 幾乎餘生滿心歡喜 在異地歷經山崩 外國朋友們已經變得灰頭土臉 全身髒兮兮 甚至手機被摔碎 環境相當惡劣 好在有特搜隊給他們衝擊與良好照顧 太魯閣指揮所這邊集結了來自高雄 屏東還有花蓮等地的特搜大隊 在四號上午呢 會分兩批來進行搜救 重點會放在山岳村 還有沙卡丹步道 鏡頭看到沙卡丹步道 也歷經大量土石崩落 隧道口被土石封住多名旅客 受困失聯 除了已經通報的受困民眾和員工 沿途可能還有其他卡在路段中間的民眾 在等待救援 索性特搜隊在精英酒店 發現最後兩台失聯小巴和生還者 另一邊布羅灣則是有當地村民 自主救出多達一百多名的旅客 我們一半是自己搶通的 人都下來了 都下來了 都下來了 不止啊 不止啊 就加成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好險有熱心大捷扣著熟新家鄉地形支援 特搜隊救援 也寄望救難行動能持續傳出好消息 一記者靈異金陳玉如實力 請往家慶華聯報導 另外看到北市的災情 這棟擁有六十年歷史的南京廠樓舊公寓 昨天受到強震影響 許多地方都有鋼筋裸露狀況 那麼北市府第一時間先貼出紅單 也疏散了五十九位居民 今天工程單位是緊急調派了鋼筋 先對受損的梁柱採取臨時的支撐 就避免這個余震發生 可能再導致災情再度擴大 不過店裡梁柱鋼筋外露 最外層從油漆到水泥都已經完全剝落 工程人員忙進忙出 進行緊急補救 台北市南機場國宅一整排老舊公寓 受到強震影響 整個社區好幾處鋼筋外露 牆壁產生軍裂 還有樓梯直接被震出裂痕 北市府緊急貼紅單 疏散五十九名住戶 笑死人也沒有拿什麼東西 就是帶書籍 那個衣物而已 我是現在是要回來拿他的藥 因為心裡都有數 他已經不行了 不要住最好 改一長 民眾前一天急急被撤離 東西都還沒有拿齊全 只能回到房間內 拿點生活必需品 更別說店家清明廉價 遇上大地震 連電都開不了 煩人就煩死了 還要做生意 整排商店街 統統只能暫時歇業 畢竟現在搶修要緊 工程單位也趕緊將調來的鋼筋 架入梁柱 作為臨時支撐 以防餘震釀成更打災情 這一側的柱 大概有一半通通都有 都有受損 所以他會被列尾紅單 那這個東西他會先採取臨時支撐 到時候還是必須要這個做修復之後 才比較適合使用這樣子 一樓他們今天本來就會回來 就會有技術工會 會先進去 我們再開一次 因為裡面有一些裝潢 要把那個裝潢打開 牆壁的打開 才能看到裡面真的涼的那個狀況 畢竟南機場公寓已經有60年歷史 遇上大地震 災情慘重 只是戶數多 產權複雜 如果沒有公部門 主導都更補槍過後 居民還是得繼續膽展行精 記者陳思琦 蕭國鋒 三居小組TV超夢到 香港道電影 是因為世界大臣 我可以把鞋子放在一起